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次正式会议是在3月20号 其实针对这个法案的争议点 在3月20号的时候就已经有做决议了 我们的这个划设办法当中对原住民的这个土地 传统领域的定义 不应该分公有地跟私有地 在3月20号就已经定义清楚了 但是到了现在四个月 我们的原转会并没有积极的把这个决议 这个声音传达到原住民各界 甚至于传达到执政党所执政的立法院 以及行政院 到底原转会的状况功能如何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评判的 经过我们上个礼拜 开始调查询问我们的委员 发现我们的委员当中 绝大多数都避而不谈这个议题 采暧昧的态度不敢正面回答 3月20号当天的原转会就将这个列为重要 而且花很长的时间来讨论的一个法案 各位回去可以看 回去重新检视一下当天的这个录影资料 花了很长时间的讨论 就是因为它急剧争议 必须讨论 那讨论的结果 大家有个共识 就是原住民的传统领域不分公私有地 这是共识 也等同对原民会这个法案打脸 等于对原民会纠正 但是原民会同时又是原转会的执行幕僚 记者会会后的会议记录 都是由他们撰写 全是新闻稿由他们来撰写 所以过了这个四个月 我们的这个原民会 作为原转会的幕僚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继续对外做错误的诠释 施压我们的委员 让我们的委员好多人都不敢公开正面的谈这个话题 即便三月二十号当天已经做了决议了 这是蔡英文召集各组的代表来开的原转会 还是你一向的原转会 为什么 一百五十二天以来 我们的心声传不进去原转会 为什么在三月二十号的会议 政府有责任带领主流社会 尊重理解这个历史事实 为什么政府不作为 传统领域不分工友 不分私有 就是要完整的划设 为什么这个 这么正当的诉求 我们的原转会不能好好地讨论 那这个原转会要做什么 去年的八月三号 我们一样在这里开记者会 我们在去年就质疑 一个没有法源 一个没有预算 一个没有调查权的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委员会 到底要怎么转 从加拿大跟澳洲的经验 没有调查权 没有国会授予的调查权 这样的委员会是没有用的 顶多只能写报告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报告呢 政府会不会接纳呢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机构 就是一个收编吸纳 虚伪蛇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民进党它的做法 它的立场基本上就是说 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是历史正义 跟我们要处理的 威权的时代的转型正义 要面对蒋世父子 要面对国民党党产是不一样的 那我也必须讲说 譬如这几天在省这个国家间间博物馆 这样子的成立的这样子的草案的时候呢 我们的历史学者就公然表示说 因为这不是一个同一个时代 不是同一个政权的 所以呢是没有办法放入 那意思就是说 日本时代原住民的土地 这个部分是不处理的 但是他不敢直接讲 又讲说那荷兰怎么办 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 人家荷兰现在已经针对 他在印尼独立运动的屠杀 军事压制的已经道歉了 那我们同样的德国也为了一百年前 在纳密比亚的屠杀道歉了 法国也为了这个第四共和国的时候呢 在阿尔及利亚的屠杀道歉了 这个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政府 为什么他们可以道歉呢 甚至我们过去的教宗保禄二世 他为过去的宗教的这个审判庭杀了多少人 然后呢为了这个征服用天主教的名义 征服拉丁美洲也道歉了 为了天主教徒涉入黑奴的贩卖也都道歉了 那如果战差他们这样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就过了一个时代船过水无痕吗 所以我必须要谴责这些历史学者 在过去你们好像是台派的 民进党执政以后 你们俨然是当政者的帮凶 那是不是表示说国民党的时候 你们是分不到羹嘛 那你现在分到了一些官位了 你就必须要屈服 那你们比我们原住民是更可悲的啊 那些代表是更可悲的啊 在人民会接下来好多天 都会到各地方去做说明会 待会还有一将的记者会 都欢迎你们去质问他 我们在8月1号 小英道歉周年的这段时间 也会有系列的一些行动 也请各位媒体记者们 能够关心帮助我们报道 让整个社会知道 我们到底在诉求什么 我们在担心什么 我们不是只有讲自己的权利 台湾原住民族 是守护台湾的一股力量 卖地球关一将下台 一将下台 丢脸 看起 三地人的丢脸 一将下台 一将卖地球融 我就是丢脸无耻吗 我就是丢脸无耻嘛 都那么多数 30年前 他是我们的总指会 还我土地 还到现在说 八十公頃不錯了 什麼八十公頃 一百八十萬公頃 因為我參加黃國土 狗片 那個時候你在哪裡 我在大學裡面 我看不到你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你應該回去看一下 你們部落的公有地私有地 阿美祖最多你們自己都不好好看 都要變成台塘的了 都要變成中國人買下來的 來大家拍一拍在山地人 山地三胞跟平地三胞的討論 我們都是回去跟部落討論 你知道少竹周邊的土地 百分之八十都是公有地私 那那個傳統領域怎麼辦 一樣的 一樣什麼 剩下拉爐島啊 當然不是只有拉爐島 那還有什麼 不要再騙了啦 有多少的土地 從那把塘有地都拿走了 傳統領域都拿走了 不用再騙了 我想我們在這邊 都理性的討論 我們希望拿到實際的數據 而不是隨便的殺網 畫一個假的土地 所以你們就慢慢的回去 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是民主的社會 這樣就好了 要搞運動 不是靠撒謊來搞運動的